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夏季购物分享 首先就来分享两个最近买的Chanel 这两件Chanel的单品我都非常满意 一个包和一双鞋 首先就是这个mini bag 上一期视频有专门讲这个包的三种不同的背法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快速的讲一下 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mini的CF 链条是可以鞋背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系在腰上 同时它也可以做一个手包拎在手上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去看一下我的上一期视频 这包真的太美太可爱了 下一个就是这个Chanel的乐福鞋 这双鞋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搭配裤子或者是裙子 都很合理 因为乐福鞋这个鞋型本来就是很百搭 就是在充滞和休闲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穿这个鞋还有个说法就是因为它这个搭扣给拧开的 就是它真的是有一个搭的这个皮在上面 所以说你穿这个皮鞋产生的一些皱纹 你把它搭上之后就都会看不见 它做的就是比较的精巧 解决了乐福鞋容易在前面产生皱纹的这个问题 它的鞋底也都是皮的 这双鞋的尺码我正常是穿三七码 听说它其实不偏买但是我还是选了小半码 因为我穿那个正常三七会有一点滑跟 36.5的话穿上袜子就会比较正好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鞋需要选大半码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脚型啊或者脚的胖瘦来的 然后像我的脚是比较瘦的那种 所以我就选择了小半码 是一个尺码的参考 下面要分享就是我身上的这条裙子 它是来自纽约的一个设计师品牌叫Kate 它的每一季秀我都很关注 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做女生的衣服真的做得很绝 它就是又极简然后又帅气 同时又有一些女性的元素在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中性风 它还是做的是很女装的女装 但是同时它又加了一些非常帅气的元素 比如说在扩形上啊或者是在它的材质上下功夫 Kate这个牌子就是我近年来就是非常关注的一个品牌 然后今年夏天呢我就买了一个它的这个裙子 这条裙子的官方名字叫Alex Dress 这条裙子的材质是真丝的 所以夏天穿起来很凉快很透气 它的设计呢这边是两个肩带 一个是它内衬的肩带 一个是它外面这一层薄纱的肩带 它其实每一层做的都很薄 又不会透 像这条裙子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它既可以日常穿 也可以说有一些场合的时候穿 比如说如果有酒会啊或者一些活动 这个也是我最满意的一条黑色的吊带裙子 接下来是Totem的这个白色的毛衣裙 这个其实夏天是穿不了的 但是我放在这个夏季给我分享 就是因为时尚人士其实都是反季买衣服的 其实是因为那个这个衣服我是春天的时候买的 但是因为国际物流很慢 所以它夏天我才收到 所以我就没有穿上嘛 但没有关系秋天也可以穿 就是像这种比较timeless的设计 其实就不管是哪一季出的 之后都是可以一直穿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买这种质量比较好的 设计也比较经典的衣服呢 就可以不太受 现在就是那种所谓的潮流的影响 经典的你知道适合自己的衣服 其实可以就是一直一直穿下去 这样其实才比较不容易造成浪费嘛 这个衣服材质是羊毛的 但是它是比较薄的 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就是比较透的问题 那就需要在里面穿一个白色或者什么颜色的衬裙 冬秋天啊冬天都可以穿的一条羊毛的裙子 下面这一件是一个黑色的小背心 这个就很像是我的衣服了 因为我很喜欢黑色嘛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小背心的设计 也是来自一个纽约的品牌叫做Peter Doe 这个我之前有分享过 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品牌之一 也是在纽约时装周的日程上 我觉得纽约时装周就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时装周 因为它会有很多新的设计师 不像米兰和巴黎是一些传统的大牌 纽约时装周真的很有看头的点 就是它新的设计师每进就会想说 这机会是什么样的 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Kate还有这个Peter Doe 都是我就是在纽约时装周会比较关注的一些品牌 它也是有好几种穿法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有多种穿法的衣服啊或者包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瓶口的背心 转过来正面是一个这样子 这边会有个小开叉 然后肩带可以交叉来穿 也可以把它就是放到两边这样穿 绑带是从这穿过来形成的肩带 所以说你其实随便怎么系都可以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有多种穿法 你可以真的玩起来的衣服很有趣 这就是时尚的乐趣嘛 你可以play with it 然后穿出你自己的感觉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奶油色的Totem的小背心 它颜色官方名字叫Cream 这个颜色呢是我买的第三个了 通常来讲绝对不会一个款式买好几件 但是就是Totem的这个背心呢 我有三个颜色了 我有一个这样的绿色卡其色吧 然后还有一个黑色的 这件背心我会买这么多件的原因 就是首先它材质很舒服 不仅你夏天可以出门穿 冬天也可以在里面当打底会比较暖的 虽然有一些品牌也出了这种形状的背心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比较适合我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特例 我买了三个颜色 这一件就是你搭配一些像是白色呀 或者是黑色裤子 或者是甚至牛仔裤都不错 这种基础款的小背心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都去寻找一下 比较适合自己的款式啊 颜色什么 今天这个购物分享的 虽然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每一件的都是比较timeless 也是我认真思考以后的购买吧 然后我觉得也都是很适合我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不太会有一些冲动消费啊什么的 我一般都是会想说这件衣服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它的材质好不好 然后它的设计没有那么适合我 就是我现在就会思考很多 我才会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动作 这也是比较好 比较环保的一个消费观吧 今天这个简单的夏季购物分享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